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9月16号 1950年开启的三年朝鲜战争 大陆解放军同以美国为首的 16个国家的联合军队对抗 这16个国家多数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如果以此来看 北约国家 早已经有了干涉亚洲事务的潜力 只是当时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 而不是以北约的名义 这一年来 美国几次三番的带着韩国 在朝鲜半岛进行大规模的海空军事演习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美国也不断的在台海打台湾牌 炮制问题 如今的朝鲜半岛和台海 是西太平洋的火药库 是最容易引起战争的两处地点 北约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美国又是全球的超级军事强权 照道理 北约所到之处 应该是所向披靡 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国家想要加入北约集团的原因 乌克兰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为了对付中国 美国这几年除了印太战略之外 还积极地动员北约国家中的 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 到南海自由航行 在西太平洋搞军事演习 2022年 韩国和日本都加入了北约的网络防御中心 这只是美国其中的一步 往后还会有 美国不把北约国家拉到西太平洋来 是不会死心的 不会停止的 如果西太平洋的朝鲜半岛或台海 再次出现了类似的战争 如果一些北约国家也参与了战争 双方的胜算会如何呢? 这是许多人有兴趣知道的 难道 美国把北约引入东亚 就可以制胜中国和俄罗斯吗? 美国的想法真的是认为 只要有其他北约国家为美国撑腰 美国就可以赢得对中国的博弈吗? 首先 必须要特别说明 1950年的朝鲜战争 虽说是16国的部队 但主要还是以美国的军队为主 其他15国的军队战力有限 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 顾名思义 就是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国家 和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 再加上冰岛和土耳其等国家所组成 这些国家除了美国之外 其余国家的战力频频 就算其中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英国 法国和德国 如果让他们把部队投入到西太平洋来 能够有几分的力量存在呢? 2021年拜登上任后 就已经催促过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 派遣军舰到南海或西太平洋 自由航行或是参与军事演习 但都彰显不出任何海军的兵威 西班牙更是有趣 派遣了一艘百年老帆船军舰来参加军事演习 且不说 这些北约国家未必会参与西太平洋的战事 同中国较量 就算真的来了 其投入过来的军事力量也真的有限 2022年2月 欧战争爆发 美国和北约国家大力支援乌克兰 为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武器和弹药 美国和北约国家原先的设想是 联合多国的军事力量 可以有效耗损俄罗斯的军力 整管俄罗斯 没想到 乌克兰战场上的军火消耗过大 反过头来 让美国和这些北约国家的一些军事库存 消耗尽能 这样的情形 让美国和这些北约国家出乎意料之外 这一场俄乌战争 美西方国家宣称 俄罗斯打得拉垮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不过俄尔等等 但是,也真实透露了这些北约国家的军事实力 前几天,美国一家军事战略之库 Yorktown Institute 约克正研究所 其研究员史蒂芬·布莱恩 在亚洲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暴露了不少北约的问题 我们参考他一些说法 再从中国的军力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 假设 美国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发动一场 如乌克兰冲突般的代理人战争 借以消耗中国的国力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以下,当我们提及北约的时候 是涵盖了美国的军事力量 一,按照过去的经验 北约参与战争的一个主要优势 是来自于卫星系统提供了战场态势的感知 通讯和卫星导航定位等 北约以这样的优势来应对一些中小型国家 那还真的是以大欺小 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国家 都缺乏卫星系统 为其提供作战情报 和战场信息的指引 也因此 过去每当北约国家参与战争的时候 似乎是无往不利 因为在情报站上 就已经是碾压线的优势 然而 如果是北约与中国较量 情况就大为不同 在和卫星相关的任何一方面 北约都不具备所需的优势 甚至于以反卫星打击来说 中国还更胜一筹 2007年1月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 击毁了轨道高度约865公里 重约750公斤的报废气象卫星 风云1号 美国看了不服气 于第二年2月 美国五角大楼宣称 于太平洋上空发射了标准三型导弹 击落一颗位于247公里高空 失控的间谍卫星燃料箱 虽说 中美两国反卫星导弹 都击中了轨道卫星 但是高度不一样 美国击中的卫星高度 比中国击中的卫星高度要低很多 有消息称 中国反卫星导弹 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的动能山 DN3 其射程有很大的提升 对卫星的打击范围 拓展到了36000公里的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二 在无人机领域 北约也不具备优势 不论是高精复杂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或是寻飞弹自杀式无人机 都不具备优势 当我们谈论无人机的耗损率 全球又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同中国比肩呢? 且不说 中国是全球商用无人机的生产大国 随时可以将商用无人机 改装为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也随时可以将生产线 改装为军用生产 几年前 中国早已经展示了 无人机封群作战系统 这样的无人机封群 是当前的北约无法应对的 真的要打无人机消耗战 中国无人机封群战术 悬飞弹攻击无人机 和查打一体无人机 都非现在的北约可以比你应对的 北约国家中 也只有美国可以同中国抗衡 2015年 中国的导弹基地进行轰炸 如此就可以阻决中国发射 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这个说法就可笑了 要同全球第一工业大国 全球第一无人机生产大国 比谁的无人机多 有什么好比你的 就连北约国家的无人机 也需要仰仗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 向其提供零部件和材料 美国的导弹大厂雷神公司总裁 也曾经指出了这一点 美国仰赖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 7月下旬 中国商务部宣布 从9月1日起 对部分的无人机及相关物项 实施出口管制 这对北约国家来说 就是一项警告 说难听一点 要谈打仗 要谈消耗战 请先搞好军用所需的供应链 再来谈 供应链生产不是美欧国家 印钞票就可以解决的 3.北约国家缺少真正可用的野战防空系统 要向乌克兰战场 打一场巨规模的消耗战 阵地战或是野战攻防 缺乏像样的野战空防防空系统 是不行的 在乌克兰战场上 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还真的是不少 例如爱国者飞弹 NASAMS 德国的IRIS-T 响尾蛇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 三数毫米的自行高炮等 这些防空导弹系统 都还不错 但是除了三数毫米的自行高炮 能够跟随乌军的进攻作战外 其余几乎都是药地防空系统 缺乏机动性 NASAMS防空导弹系统 配备的基本导弹 是AIM-120型的防空导弹 不要忘了 AIM-120还是空空导弹 这是从空空导弹改装应用而来 当然 NASAMS-2防空导弹系统的机动性就比较好了 可以安装在重型卡车上 随着部队前进 这也是为什么 乌克兰在军事反攻的时候 除了去年9月的大反攻之外 其余总是不顺利 因为俄罗斯掌握了制空权 俄乌军又缺乏足够可用 机动性十足的野战防空系统 相对于北约的野战防空系统 中国所列装的红旗61进程防空导弹 红旗19远程反导导弹系统就胜出了 俄罗斯也有道尔和铠甲防空导弹系统 红旗19是中国版的萨德拦截系统 这款导弹可以拦截中进程导弹目标和卫星目标 射程不低于300公里 其射高达到了150公里 对1000到3000公里进行拦截 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拦截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的 中程弹道导弹 这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远程反导系统 对北约来说 如果没有先进的野战防空系统 就得要想办法夺取制空权 但是,北约国家有足够的空军实力 可以夺取制空权吗? 中国的歼20隐身战机 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对手 美国的F22在数量和性能上 已经比不上中国的歼20 北约国家只能够用美国的 F3速隐身战机来同歼20抗衡 而F3速只是一款中型的隐身战机 其性能无法与歼20相比 在携带中程辽机作战方面 自然也无法同歼20比拟 据说 美国和德国现在考虑购买 以色列的舰式防空反导系统 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总之 北约的野战军力不行 而美国多年来 自认为其海空军力量天下无敌 因而疏于其发展陆地战场所需的野战战力 四 一场巨规模的战役 对武器弹药的替补有极大的需要 乌克兰战场已经耗尽了 许多北约国家的武器库存 这说明了 北约国家在军工武器的生产已经大不如前 或是说 之前 北约所参与过 进行过的战争 都是针对中小型国家 从未有如此巨大的消耗 因此就显得 北约国家在军工武器的生产不行 北约国家 包括美国 从未设想到会有一场如乌克兰战场般的冲突 会大量消耗其武器库存 乌克兰战争或是俄战争 还是针对俄罗斯 换成是针对比俄罗斯的生产力 同中国谈消耗战 美国于2022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 要向台湾提供5年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就凭这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就想要让台湾同中国打一场消耗战吗? 不是吧? 这一年来 美国有不少的智库在模拟台海战争的时候 都会把美国的军力算进去 还把日本的军力计算进去 所以,这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只是对台湾的一个诱饵 让台湾甘心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战场 这100亿美元 根本无法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 或是消耗大陆解放军的军力 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们谈了不少野战战场的攻防 那么海战呢? 在海面上的海空战争呢? 之前我们谈过一些 在中国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系列之下 北约国家的军舰都是靶子 哪有可能会占到优势呢? 这方面我们以前谈论过 今天把重点放在了 以乌克兰战场为模板的推演 北约是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 其军事力量强大 国家众多 军事预算累计起来 也碾压其他一切国家 但是一场乌克兰冲突 达出了北约的缺点 北约的军事神话也就到此了 如果再来一次朝鲜战争 北约军队恐怕要被狠扫了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杨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周末愉快 平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